近期,我国交通部声明称,亚万高铁将于10月1日全面投入运营 公众可以免费试乘高铁,以体验乘坐东南亚狩猎高铁 英年海市投资同筹部长卢虎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政府将在短期内邀请居住在亚万高铁路线周边的居民及普通民众免费体验高铁 部长介绍推出免费试乘项目是为了感谢当地居民对高铁建造实行过程的支持和参与 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快速发展的好奇心 卢虎特透露此前对这个大型项目充满了疑惑 不过得益于各方的良好合作,印尼最终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快捷的交通方式之一 此前交通部声明称亚万高铁将于今年10月1号全面投入运营并举行通车典礼 亚万高铁连接雅加达和万龙,全长142公里,设计最快时速为350公里 根据国际铁路联盟的数据,2022年只有20个国家拥有快速列车服务,印尼将是其中之一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станет It is lions,市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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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正在画面上の办公骄 whom grandes crisis Expedition 现总是什么都可以吩AA 这么宣 litt